HELLO 大家好 新一年首先公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新一年拍了一些相片 這次說話有點結束 好 今天想說的就是 Eleica M2 說回這部機的耐力 如果你有看過上次在鹹館的影片 就是用這部機的耐力 這部機的耐力是在東京買的 價錢十分相宜 在鹹館拍攝的照片 發現這部機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這世界平然便宜都沒有好 回來就找了余師傅做 現在這部機是正常的 就可以出這部影片 說回這部機 我檢查過這個銷子是1961-1962年出的 它跟最經典的Leica M3 差不多時間 它跟M3 最大分別是50mm時光 這部機是有3mm的 但有些分別是它的拍攝卡 M3 的計片器是自動計的 即是你拍攝了三六張 之後你塗了銅灰印出來 它會自己彈回歸零 但這部機是要手動自己撥的 Refina 放大率 Leica M3 是0.93-090 這部機只有0.72 放大率也沒有那麼高 對焦就有一點點難 但其實它是跟現代的速碼機 即是現在M10 M11 是0.73 它是0.72 其實是大概這樣 這部機的設計 其實是跟現代的Leica 那個樣子大概差不多 M3 就是這裏有幾個關 當年的時候說是比較便宜的版本 當然要這樣說 所以很多朋友叫我買的時候 當然要買M3 但我比較喜歡M2 純粹因為它的鏡頭卡 整個在上面我覺得特別 而且這部機的特點 就是下面有一個快速過片器 但這個不是原裝的Leica 如果有原裝買回來的價錢 就應該 那個我不會買的 那個價錢 買回來的時候 它就已經只有這個原裝 沒有原裝的底蓋 如果想要那個底蓋 我想要我買了一個銀色的 回來之後再找地方補充 其實有點麻煩 這樣就有它了 它可以拉一支乾出來 因為這裏有過片 然後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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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其實在那個年代 就說是記者或會用者 因為它要連拍快一點 就是這樣 但是呢 在這個年代 只是需要把它收起來 不要弄太多 偶爾拿來玩兩下 等一下拉斷了 也要拿去製造 就很麻煩 說了那麼久 再拍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一下 我想要跟她說 你會想要開始 抱歉 然後再拍一遙 靜音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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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